大家好 我是胖胖樹 好久不見 又來到這個胖胖樹吃吃看的單元 今天要來吃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不曉得大家應該有人知道這是什麼 應該有人知道這是什麼 紅通通的像蘋果一樣 有兩顆好朋友黃博是送給我的 這是什麼呢 其實大家仔細看 上面這個部分其實才是它的果實 沒錯 這個東西就是腰果 腰果是堅果 上面這個部分還有一個殼 殼剝掉之後就是大家熟悉吃的腰果的種人 下面這個其實是它的果托 長得有點像蘋果一樣紅通通的 它是托住整個果實的部分 所以叫做果托 其實很多七樹科的植物比如說像 台東漆還有燉葉大果漆 就又稱小果台東漆都有這個果托的部分 那其實在蘭宇達悟族的小朋友其實也會吃 那當然有人說他吃芒果會過敏會不舒服 大家就不建議吃 那腰果是這個大果 它是燉葉大果漆台東漆或者是芒果的青漆 那它是長在亞馬遜河下游沙灘上面的一種小型的果樹 那今天就要來吃吃看 因為說真的很香 我聞起來非常的香 那我今天就要來吃給大家看 那果托比較大顆的種子比較小 我之後要來種它 要來種它 那它成熟之後就會像蘋果這樣 紅紅的紅紅的 然後我吃給大家看 滿滿的水分 滿滿的水分 留了整個都是 留了整個都是 那裡面就有果肉 相當好吃 那吃完之後呢 它最後這個種子 就會 現在還沒有辦法分開 就這個種子就留下來 要來栽培 栽培 那你看下來之後就有一個 那我看很多人去亞馬遜 你去蠻小吃 他們都會帶你去吃這個東西 有機會 大家也可以嘗嘗看 相當很香很好吃 但是如果你吃芒果會過敏 強烈建議你不要吃 那這個植物我帶 不管是被遺忘的拉美 還是這個 舌尖上的東西 都曾經有考慮把它寫進去 但就一直都沒有 那台灣其實很多人種 因為它其實也 中南部啦 它稍微會怕人 很多人種 那有機會你可以吃吃看 那這個 紅色像蘋果的果皮 那裡面有果肉的部分 果肉的部分 你就可以拿來吃 那我們今天 介紹這個吃吃看 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